区内和女省准备带领人马去投奔秦国 和勃提三个带着人马起程一直到黄河边 勃提过河先去秦国 那时秦穆公早已派大将公孙芝 带领大军集在河西 勃提见到公孙芝就把女省和区内来的事报给公孙芝听 各位公孙芝一听完嘎嘎声笑 好啊好啊既然他们两个字投罗网 那就引他们进来 连那帮余党一网打尽替秦国随脚后玩 这位大将公孙芝不单只用力过瘾 真是继谋出众 他写了一封信 叫勃提带回去见女省和区内 那封信说 说崇尔返回晋国 曾经答应要割地给秦国 我们国军就怕他又好像赢不守信用 故此派我带领大军集在河西 这麽久都未见崇尔割地 现在既然崇尔已经遇难 你两位大夫想立公子雍为君 我们国军一定愿意 你两位就立即来 共同商议大计 我愿意带两位去见国军 雷省和区内看到封信 就想 原来崇尔又是偷偷地割地给秦国 换个军园回来 这次我们要见秦目公 我们忍痛点再觉得大片土地给他 那何愁他不肯 两个就放心 就带了死党随藏过河 共孙子亲自到河边来迎接 十分客气地留住他们 住在军中 日夜设宴来款待 暗中就派人报给秦目公子 这个正是安排 向你吊金袄 报下窩功 琴猛虎 到第三日了 秦目公那边已经准备妥当 共孙子对他们三个说 我们国军现在在黄城 我和你们一起去 那你们的军马车辆就留在这里 先等大夫返回尽过一会儿 我们一起过河 区内 雷省两个已经信了公孙子 就立刻和编提三个 已是带着几个徐宠 就跟着公孙子去黄城 到了城外 公孙子就和编提先坐车入 醒见秦目公 秦目公就派个匹炮去迎接雷省和区内 他一见到匹炮都会打个凸 匹炮是匹正父的儿子 自己和他有杀父之仇 谁知各位匹炮也十分有礼 公公敬敬地迎接他们两个 那两个见到匹炮没什么基手 那才定不下来 那入到省见秦目公 两个就说 说公中不小心失火 从已已经遇难身亡 现在想迎接公子雍回去当国军 秦目公就说 真是天意难为 又这么巧 新国军就刚刚来了秦国 区内旅省就欢喜了 这回自己立了大功又去胜观了 两个就一起品相说 要求拜见新国军 秦目公就笑笑口说 好好好 请尽国国军出来 看见两位功臣 那时只见屏风后面 一位贵人不方不望 雙手插在背后 一步一步走出来 他戏内旅省一边叩头 一边说 小臣拜见新军 叩头了 两个恶头一看 哎呀 进文公重已 一手插腰 一手扭下扭下扭下的胡桑 冷笑一声 嘿嘿 你两位真有心 区内同女省当堂云不步 一边叩头一边说 神罪该万死 神罪该万死 重已一拍张胎指贪她两个 你两个逆财 寡人有哪点对不起你两个 要下这么独手 这事如果不是缝提来报信 寡人都怕变成灰尽了 女省区内两个那时候 才知道原来缝提出卖了自己 这回就真的是报应 当年就正是区内 跟女省两个卖通图案以来出卖披正库 一下子杀了九个大夫 这回就自食其果 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就被缝提供出来了 女省和区内两个就咬牙切齿 明知自己死罪难逃 就对进民公国 缝提就跟我们撒血为盟一切同谋 要杀就连他一起杀了 从而就咬咬一声笑 哈哈哈哈 缝提如果不跟你们撒血为盟 那怎么知道你们的阴谋 跟手就下令 派匹炮行刑 缝提去监斩 那么匹炮就今天就报杀父之仇 排喝一声 左手趁着区内 右手就趁着女省 将两个拖出宫外斩首 从而立即派人 将区内女省的人头 带到河西去招呼他两个带来的部下 那么个个看到区内女省都死了 就一起投降 从而杀了女省隙内之后 再三拜谢秦穆公 同时又提出来 想接秦穆公的女儿 怀迎回到晋国做夫人 秦穆公对从而说 不好了 怀迎已经失身于世子与 做国君夫人怕不合适 贵君不能够将她留作妃笨就算了 从而怎样都不肯 一定要以夫人之礼来接怀迎回去 秦穆公几得从而禁给自己面 也十分欢喜 正有大批嫁妆 亲自送女儿一直到黄河河边 晋国胡衍召梭一帮大夫 也到黄河河边来迎接 从而那时 一来就平定了区内女省的叛乱 二来国君娶夫人 真是高兴热闹 正奇闭日古恶圈天 正是昔时宫中夜顿 如入土之贵宿求宿美 今番何尚荣归 如出江之讽 相宿相飞 正所谓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 那他就进民工从已 返回京城了 见到宫殿烧灾 心中更加奋恨 又怕着区内女省的余党 还会叛变 想把饭衣服过区内女省的人 统统杀光以绝后患 赵梢就劝着他说 主公应该宽雄大量 杀了区内女省两个就够了 其他的最好就不要追究 当初怡恶和公子羽 就因为滥杀大臣所以失去民心 主公不如给个自身的机会给他们吧 进民工就下了一道大卸领 对区内女省的余党 一律不再追究 谁知道呢 区内女省的余党就很多 虽然见到进民工下令大卸 只不相信 有些又乘机造谣 说进民工已经调动军马 准备捉人的了 有时就搞得人心惶惶 反正同意误 公子羽 区内女省有的多那些人 都惊得上来到处躲避 怕进民工报复 进民工就十分担心 废尽老根都想不到 什么计谋来安定民心 有一天 有人来求见进民工 说有重要的事情 要当面对国君说 问他什么名字 那个人就说 神是主公多年旧交 主公一见自然认得了 自从就报给松乙听 松乙就想来想去 都想不到这个是谁 又不知道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要当面说 就召他进来 那人跪下扣了三个头 刚刚抬起头 松乙一见他的样子 直接跳起身 拿去报件就想砍过来 各位 松乙怎么生气得这么厉害呢 这个人是谁来的呢 原来 此人呢 就曾经害到松乙 要吃野草 要向农夫黑饭吃 那么惨 那个小官吏 头须 那人啊 因为太监编提 要来敌国 暗室松乙 松乙就仓亡逃走 那些钱 就交了给这个头须 来到待遇 临走那天 哈哈 管钱这个头须 将全部钱带走 正日落井下石 他都害得松乙惨了 今天松乙一见到他 就想起二十年前那件事 难怪生气得这么厉害了 松乙刚刚拿起报件 就想一剑砍下去 突然间一想 他害得我这么惨 就明知道我不肯放过他了 为什么会自投罗望呢 恐怕其中另有缘由 松乙就忍着气问 你这个忘恩负义之人 在患难中偷了寡人的钱 击过害寡人一命 你今天还有面来见寡人 头须就说 神自知有罪 神想到太监勃提 这么大罪过 主公都能够遥恕他 难道就不能够遥恕头须吗 头须这次来 是将功负罪 是为国军献上一条 安定进国的良谋 松乙听到这么说 火气就慢慢平伏下来 就坐下来问 那你有什么说话 要对寡人说呢 头须先扣几个头 向进文公认罪 然后就问 主公知不知道 在这里里省区内的余党有多少呢 进文公就走走眉头 他两个经营了成二十年 爪牙当然不少了 头须就说 这帮人 个个都知道有罪 虽然主公出令赦免 但个个都不肯相信 连跟随过疑误做事的人 都人心惶惶 主公 头须过去对不住主公 偷走了主公的钱 害到主公一路受饥寒之苦 神的罪过天下皆知 如果主公赦免神的死罪 还用神来为主公驾驶马车 带着神出游 那举国之人 见到主公不念旧恶 连神这么大罪过的人 都能够原谅 还肯用神来驾马车 那其他人 自然就会放心 会相信主公有道略 真正是赦免他们的 进文公就听从了头须的主意 真正是用头须来驾驶马车 还突然在京城那里转来转去 那一下子就传开去了 说进文公真是宽红大量 不念旧恶了 连同偷了他钱 那个这么坏的头须 都肯原谅他用陆用的来驾驶马车 那其他人还用什么惊 于是谣言就平息 人心就安定下来 那进文公从已 见到头须既然能够认错 又立了大功 就照舊用他来掌管钱银仓库 认为进文公有容人之量 进国很快就安定下来 有一天头须就陪从已去出巡 头须忽然问从已 主公还记不记得 当年在蒲城曾经留下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在那儿 从已一听就恶言 你为什么忽然问你这件事呢 原来从已年轻做公子的时候 存了一位夫人 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儿子就叫做阿欢 儿子就叫做白姬 儿子和女儿出世没耻 夫人就死了 那后来晋献公就派从已去驻守蒲城 那这个儿子和这个女儿 也跟着从已去 谁知后来 太监勃提就带兵来蒲城 追杀从已 从已就沧黄逃亡去敌国 那时候这个儿子和这个女儿 还很小 就留下在蒲城 几经变乱都失去联系 生死不明 从已一直以为 这个儿子这个女儿已经死了 头须那时候 还没跟从已去迪国 还留在蒲城 他就偷偷将这两个弟弟收养了 后来头须去迪国追随从已 就将这两个弟弟 交给蒲城一个百姓来抚养 头须每年都赚钱回来 供养这两个弟弟 后来头须偷走了从已的钱 自己也觉得对不起从已 回来蒲城 也一直供养这两个弟弟 今天这两个弟弟 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头须就将这件事讲出来 从已听到之后 眼泪都流下来 哎呀 挂人日夜都想念这两个子女 为什么 为什么你在迪国那时候 不告诉挂人听呢 头须就说 主公 故人都说 无耳子贵 只憑无贵 主公一到了迪国 就娶了新夫人 又生有子女 神又不知道主公还肯不肯认回蒲城的子女 怕说出来 敌国国君知道从已接了军位 即刻派人送回她的敌国那位夫人 贵仪回来 那夫妻从最自然十分恩爱 晋文公就问 夫人你现在多少岁啊 贵仪就说 离开主公八年 现在三十二岁了 晋文公 卡卡卡声笑 哈哈哈哈 寡人叫你等二十五年 现在还没有内疚 哈哈 好在寡人无失信用 哈哈 又过了没耐 齐国呢 也都派人 将从已在齐国娶的夫人送回来 晋文公 当然十分感激她了 如果不是她忍痛割外 灌醉自己 现在还留在齐国 休闲道日 一事无成呢 晋文公就将这两位夫人 对自己的言德 讲给怀仪听 怀仪也都十分称赞这两位夫人 就提出来 让夫人的位给她们 于是 齐国娶的夫人呢 就做国君夫人 归毅和怀仪 当第二第三夫人 那从已的女儿白基 知道这件事呢 就劝丈夫赵梢 叫她快点将 帝国娶那位夫人 宿仪接回来 而赵梢就不跟从已 从已是国君 白基是从已的女儿 那赵梢怎么敢得罪国君呢 白基就将这件事品报给父亲听 从已就劝赵梢 从已就劝赵梢 还是接回宿仪回来 立宿仪为夫人 白基当妾 赵梢就听从了从已的劝告 立即将宿仪接回来 那赵梢和宿仪呢 在敌国的时候呢 就生了个儿子 叫做赵盾 那现在宿仪把儿子带回来 那时候呢 已经十七岁了 这个赵盾生得气宇牵昂 能闻能武 赵梢就十分痛爱他 这个赵盾 后来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出来 此乃后话 暂且不提 后来白基也生了三个儿子 不过这三个才能 比起大哥赵盾来 就差得远了 再讲迅文公 他处置完进国国中大事 就带会群臣 轮功行赏 他是分三等 凡是跟随他逃亡周游列国的 是一等 送钱给他周制过他的 是二等 迎接他回来当国军 或者是反歌一击的 是三等 在一等里面 又分有上中下 在患能中追随 他逃亡 功劳最大的 赵梢胡燕 就是一等中的上 胡无先陈 胡叶姑 这些 就是一等中的中 魏酱 魏酬 颠揭 那班是一等中的下 那进文公呢 风想员 还另外拉开胡燕 想五箱肉壁给他 对胡燕说 寡人在船上 曾经指黄河为世 借了你一箱肉壁 掉了落大河 现在还什么给你了 风想员 风想员 那个跟随了松耳二十几年 那个老随松胡叔呢 见了这么多大夫 个个都得到重想了 还没轮到自己 有点不愤怯 就是拜见松耳 对松耳说 小臣跟随主公最内 在蒲城那时 就跟随主公身边了 这么久 跟随主公奔走 四方日夜 来到事后左右 真是跌到脚渣都肿了 无功劳都有苦劳 为什么上次这么多人 都没轮到我 那是不是 神有什么得罪主公之处 进文公笑笑口对他说 来来来 你过来过来 等寡人跟你讲解清楚 凡是教我懂得仁义 明白道理开道我走正路的 上次就最高 凡是为我出谋献策 帮我出主意的 就受中等奖 凡是不顾安危 为我冲锋陷阵 奋勇杀敌的 就受下奖 这个是因为最先奖德 其次就奖财 再其次就奖功 你跟随我这么久 是是出了不少力 才论德 论财 论功都没轮到你 好了 等上完他们之后 会轮到你的了 胡叔听完之后 面红已热 这些也都心服口服 回来 进文公跟着就拿了大批金银布匹 凡是跟随过他的人 一律加以重赏 大家对进文公 这样做法都十分佩服 唯独是将军 毅囚和尖揭两个 似着自己是武将 出生入死 降山是靠打回来的 召唆胡燕那帮文臣 得把口正是释出谋献叉 靠之不得武民浓墨 现在风想更重 自己 故知心中不服 时不时口出燕缘 指桑骂坏 进文公见他两个功劳这么大 也都隐扬一下 没什么责怪他两个 进文公想赐完群臣以后 以后想着这么多有功之臣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遗漏 他又出了个报告 说如果有遗漏的 可以来自保 进文公这些 他说忙中有错 留了个功劳很大的大夫 这位就是逃难路上 割肉煮汤给他吃的戒指推 原来戒指推的人十分清高 在黄河河边 他知道胡燕自己数自己功劳 他心中看不起胡燕 不想和他一起共事 所以从而登位以后 戒指推只是来朝建那一次 就借意说有病留在乡下不肯上朝了 每天就靠積草鞋来过清贫的生活 进文公上次群臣一时一来就刚刚接遇事情繁波 二来那时那时庆高采烈就分头昏老 有一次就漏了戒指推 戒指推旁边有个叫做鞋章的人 就知道这件事就心中愤愤不停 后来听闻说进文公出告示 说遗留的可以去自保 那鞋章就立刻去戒指推家里 告诉他知道 戒指推听完只是一笑自知 继续在積草鞋 那时戒指推的母亲 正在厨房里面烧火煮饭 听到旁边的鞋章这么说 吃饭一时就劝戒指推 你这么辛苦跟随主公十九年 在路上还连自己大腿肉都割了出来 给主公吃 唉 这都算是对主公立过不少功劳了 现在主公都不记得了你 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去提下呢 主公一定会厚待你的 那就不用像现在这么辛苦 每天靠積草鞋来找食 说一下说一下 老人家的眼泪就流出来了 戒指推就说 母亲大人不要伤心了 其实进献宫有九个儿子 只有主公罪言得 现在其他的儿子死的死 走的走 国君之位 不是主公来接 那是谁来接呢 这些是时势做英雄 也是顺乎天意 合乎人情 有些人自以为全靠他的功劳主公 才当得上国君 看着争名夺理 这个都是贪天之功 以为自己本事 孩儿就宁愿一生在那儿積草鞋 怎么能够学他们这么做呢 戒指推的母亲又说 是你不愿做官 唯母也不勉强你 你都应该去见一见国君 那都不枉你割肉煮汤的功劳 戒指推就说 孩儿既然对主公无所要求 又何必选这个时候去见他呢 戒指推的母亲 抹干眼泪 好啊好啊 难得孩儿这么有志气 唯母愿意和孩儿 一起过清贫的生活 不如这样吧 不如我们母子两个 隐居去深山 与世无争好 戒指推就十分欢喜了 他自小就最喜欢附近一座大山 叫做棉山的 那里山高临深风景受礼 于是戒指推就带了母亲 去到棉山山上 搭了座草牢来引居 去到棉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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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棉山上